朗多涂口水石锤,有视频真相,NBA这次发飙了,开出最狠罚单,昨天火箭vs胡人的年度大戏还在继续,而NBA官方,也通过多视角,回顾了几个被忽视的细节,图片出处,at Bob Young刚刚,NBA官方,通过多视角回顾了几个被忽视的细节,依一切事件的起因,因格拉姆木推哈登,哈登则显得从容得多, 在受到推赏之后,登哥并未并非施以反击,而是第一时间寻找裁判,给登哥点个赞,成熟球员的表现,二还是因格,正当大伙闹得不可开交之时,一记冲拳边缘击中保罗,三保罗与龙多的冲突,有时候,眼见未必未识,在昨天的风向下,铺天盖地的舆论认为是保罗以手指直击龙多面部造成了冲突, 而在火箭队员的口中,以及高清录像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,龙多确实先行向保罗发出隐秘的魔法攻击,喷射口水,保罗而后暴诺上前理论,龙多左右挥拳大战, 关于禁赛以及判罚一英格拉姆被禁赛四场,并罚款158,816美元,原因,联盟指控英格拉姆因为侵略性的回到冲突之中,加剧冲突,并且在推散哈登之后,向保罗挥了一拳,并以一种有敌意的方式,冲撞了一名比赛裁判, 因格拉姆推散哈登,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发生,二龙多被禁赛三场,并罚款186,207美元,原因,联盟指控龙多向保罗涂口水发起挑衅,并且引发, 类与保罗的一场肢体冲突三保罗被禁赛两次,并处罚款491,782美元,原因,联盟指控保罗与龙多面部发生接触,并向其面部挥出多拳, 至于为什么罚款491,782美元,继巧军有必要解释一下,联盟罚款与薪资有关,保罗喜提1.5亿大合同的同时,也提升了罚款的上限, 四这张罚单是近年来联盟中开出的最大罚单,关于保罗与龙多的恩怨,一2008年,两人争夺08年奥运会名额,保罗成为孟八空位,龙多落选, 而当年黄蜂vs凯尔特人的比赛赛后,龙多当时讽刺保罗,我有戒指,而你永远格不到冠军,保罗听到后嘲笑龙多没有千灵鞋,下次喷垃圾话前,先穿上我的千灵鞋, 凯尔特人名宿保罗皮尔斯在接受采访,时表示龙多和保罗本来就不喜欢彼此,但是他很惊讶,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打起来,皮尔斯说道,事实上,我很惊讶这是他们第一次打架,从龙多进入联盟开始,他本来就和保罗就不合, 而当年的绿军主帅李福斯表示,我知道曾经一度时间内,他俩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空位,但他俩对对方没有好感,毫无疑问, 关于这件事情的结尾,联盟出面摆出罚单,至此,也为斗殴事件画上一个句号,动手或许会是篮球场上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 但也只是激情之余的调剂,事件结束,不论是火箭湖人都该朝前看了,我们的目标,剑指总冠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